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认真的人精力充沛不懒惰 3. 认真的人稳定专注不会散乱 4. 认真的人清楚了解不混乱 5. 认真的人智慧高超不愚昧 5. 键起来 四 当你具备了这五种素质后 还应培育另六种素质 一 对于如来 您因如此冥想 如来就是世尊 是一位无上士 正片之 明行足 善事 世间解 调育丈夫 天人诗 因共 始尊 未经许可 之后 未经许可 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对于佛法,你应如此冥想 使尊对佛法的教导达至尽善尽美 佛法是显见的,不为时间所限 人人都可亲身尝试的 佛法是上进的,智者可以自己振得 三、对于僧团,你应如此冥想 世尊的弟子修习得很愉快 修习得很直接 修行得很正确 修习得很有规律 所以,神众都值得供养 殷勤招待 赠送礼物及合掌顶礼 他们是世间无比的善好的源头 四、对于自己的德恨,你应如此冥想 它是完整无缺 它是完整无缺 没有瑕疵 没有失去光泽 带来自由 被智者称赞 纯净的 能使心念虚向集中的 五、对于自己的补师,你应如此冥想 补师对于我是一种收获 处在众多吝啬之人中 我却能慷慨解囊 乐于分享 乐于助人 乐于不知 六、对于天神,你应如此冥想 四大天王 三十三天神 雅玛天神 欢喜天神 制造天神 保护天神 大半天四周之诸天神 这些天神 身上天道之前 所具有的信心、德恨、智慧与普世 我也同样具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五、当一个圣洁弟子 冥想这些事物时 信念便能脱离坦诚事 一、这时他的心念 专注地固定在这些事物上 他真心地感到善的愉快 佛法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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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所带来的愉快 二、人若愉快 喜悦便油然而生 因为喜悦 身体便能达至平静 有了平静的身体 他感到快乐 信念也因快乐而能专注集中 三、有句话形容这样的人 圣洁弟子冥想佛法森 冥想得恨不失与天神 他平稳的 住在不平稳的人群中 平稳地过活 六、净化得恨的要素有哪些? 在进行净化时 有得的人因羞耻戒律 并立志彻底净化得恨 并思维 一、如果我的得恨不圆满 我将致力去净化 使其大致圆满 即使我的得恨已圆满 我仍然以智慧从旁协助 这就是得恨的圆满净化 二、净化过程中 所涉及的力量、精力、毅力、勤奋 警惕性与全神贯注 都是净化得恨的要素 非常好 第一次 7. 信心与智慧两者要平衡 1. 信心有余而智慧不足者 缺乏判断力 其信心缺乏根基 2. 智慧有余而信心不足者 错在奸诈狡猾 这习信 有如吃错药所导致之病 一样难治 3. 一个信心与智慧两者平衡的人 只对有根基的事物有信心 3. 智慧 习惯决定命运 1. 尼甘塔纳达布达的弟子 2. 尼甘塔纳达布达 来到世尊眼前 4. 尼甘塔纳达布达 2. 尼甘塔纳达布达 教导弟子们什么教义呢 2. 弟子回答 师尊塔纳达布达 如果一个人习惯性地杀身 偷盗 邪淫 撒谎 他便会入地狱 一个人的命运 决定于他平日的习惯性行动 三 佛陀接着问 若如你所说 一个人的习惯性行动 决定了他的命运 那么根据纳达布达的这个教诲 没有人会下地狱 假设有一个人 只在白天或只在晚上 或只在一些时候杀身 你认为他最习惯的行动 是杀身或不是杀身呢 弟子回答 世尊 他最习惯的行动不是杀身 是 佛陀接着说 假设有个导师教导如此的教义 他有个信徒对他很有信心 想着 我的导师说 谁若杀身 偷盗 邪淫 或撒谎 便会堕入地狱 一 第一个信徒想 我曾做过这些事 所以 我一定会下地狱 于是 他坚持这个见解 不加以 不加以苛舍 放弃 不停地思考这见解 结果 他真的下了地狱 但是 如来 在世时 曾谴责 严厉地 谴责 杀身 偷盗 邪淫 与撒谎 并且说到 解决这些 二 另一个信徒 却想着 使尊 多方谴责 杀身 偷盗 邪淫 与撒谎 并且说 解决这些 我曾做过这些 这是错的 不好的 而且 在想到这些 都已不能挽回时 我便很后悔 有了 这个想法 他于是 放弃这些行为 脱离了恶道 感谢您的 由于放弃杀身 他戒绝了杀身 由于放弃偷盗 他戒绝了偷盗 由于放弃邪淫 他戒绝了邪淫 说柯博之言语与无聊的闲谈 他戒绝了这些 由于放弃贪婪 他变得慷慨 由于放弃曾恨 他变得慈祥 由于放弃邪淫 他变成有正见的人 六 这样的圣洁弟子 脱离了三读 他心念分明 集中不混乱 他将满怀的慈悲喜舍 四心散发到四方 充满世界的上方下方 面对于各个角落 并且把这四五两心进一步广布与加强 七 就犹如一个强壮的吹海螺手 不必费多大力气 就能向四方发出通知 同样的 慈悲喜舍心 也能全部保留地散发出去 八 有两件事 会被灾伤一个人的两枝 哪两件呢 当一个人 回想自己造了身口意上的恶业 或回想自己没有实践 身口意上的善业时 会被奥鬼所灼伤 九 凡是喜爱圣者的正法 其身与的行为 又与正法相吻合的人 他们必定安忍 喜悦 内敛 终究大于听闻和智慧的彼岸 是 因此 我们还因如此思想 举止因纯正 洁净 光明磊落 没有瑕疵和自我约束 但不可因自身以纯正 而妄自尊大 贬损他人 你应如此训练自己 幸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 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愿各位发愿 生生时世不间断地保护 救护各类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电视台 保护生命的宗旨 阿弥陀佛 护齿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 举办传授八关灾解 恭送嫩严金 护生 点灯 药拱 即甘露试试法会 恭请占用法师主法 日期 2月15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 高雄慈悲道场 地址 高雄市三明区博爱一路 27号三楼 连的电话 07-311-1656 07-311-1656 返回现场 备有免费消灾 抄建牌位 恭大众填写 生命电视 屏东菩提道场 举办传授八关灾解 祭佛前大贡 恭请占广法师主法 日期 2月16号星期日 上午9点 下午三时系列 护生即慈悲诗试 地点 屏东菩提道场 地址 屏东市建华一街 104号二楼 联的电话 08-751-6018 08-751-6018 访问现场 并有免费消灾 抄建牌位 恭大众填写 日期正面 归佛 归法 归身 林林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亲爱的菩萨阿弥陀佛 首先要感恩我的恩师上海下达守护 让我进入了生命体系 来到一个非常热情 非常可爱的苗栗地区 也就是客家庄 这些菩萨真的非常的可爱 而且都非常的孝顺 非常的勤俭 非常的亲近 也因为这样子的 在菩萨道场能够运作 都非常的顺利 包括办了多长的 包括那些华会 然后也拜了三千佛 然后也礼拜了良皇宝仨 包括更俗信的观佛明经 那么也很殊胜 也因为菩萨的发心元旗 也印了一本叫做 大方广佛法言经 那么接下来 也印了一本叫做 大通黄光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 也叫做极数的成佛经 有这样的姻缘 真的要感恩所有所有的一切 才能够成就 那么呢 师父非常地准备说 要把佛法推广到整个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也积极呢 在做社会的活力 包括到这个医院里边去做光怀 或者是养护中心 就是护理之家 把爱呢传播到那个地方 以他们欢乐真的是非常地 发喜充满 那么也曾经在公庙里边 把佛法带到那个地方 去跟他们分享 在在都是显示佛法不离时间 那唯有佛法呢 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 过得更幸福 更充实 更有意义 那在2020年呢 希望 有新的一年里边 希望大家都能够 法体安康 能够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能够善愿成就 合家平安 感恩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